民間特首投票的網上系統被指出現保安漏洞 法理投票的公民聯合行動決定更改程式 下星期重新投票活動 公民聯合行動指 發言人戴耀廷星期三 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會面後 決定改用新系統收集提名 方法類似立法會選舉時 雷動計劃的雷動升納投票 下星期一會重新開始電子提名 提名期會延長到2月24日下午5點 而提名期後的第二階段 投票安排亦會改用新的電子系統投票 並且會繼續設置實體票站